各位索马学员大家好 我是Mr.Hight 反正后 现在时间是2020年10月21号下午3点50分 我们开始我们的索马影音 好 今天大盘就小打小闹啦 就震荡真利 那量有小幅的增加 不过这个没什么意义 因为并不是特别的量缩 也不是特别的攻击量 所以看起来你说出货也还好 那从今天整个大盘的涨跌加速比 其实算是正向 不过呢就 就像我早上讲的 大涨的股票很少 大部分都还是整理 那今天量增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量能跑到 应该说早上那个联电 充满高的 然后量有出来嘛 这就是2454的联发科 然后这个不过他量没出来 应该量是跑到这个2409 跟这个 那个全创 3434多少 我忘记了 全创 全创 好 没关系 好 大家知道就好 381 381 381 大概跑到这几只身上 量比较大 所以今天量整 那个股来看的话 先把大盘讲完 先讲几个重要的事情 因为明天 等一下喔 明天好像是这个 总统大选 是礼拜五 礼拜五总统大选的辩论 早上九点 所以可能要 就是 礼拜五就要好好注意一下 当然说明天的话就看啦 应该还是小打小闹盘 机会大 那今天来说就是 看法都差不多啦 12750不要破 12750不要破 然后 然后 这个月季线呢 月线明天开始往下加速扣低嘛 所以就是说明天守住了 就看礼拜五了 简单来讲 这两天 有守住算是很好了 算好啦 就12750撑住 礼拜五还有机会发动 还有就是看下礼拜的状况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 讲一下个股 那等一下会讲讲 索马股票是 周报没有写 但是我今天是要研究一下 发现 接下来有机会 那我也看了一些报告 等一下跟大家做分享 太阳能股呢 基本上今天还是比较偏整理啦 我们先看一下整理太阳能 那虽然说这个什么 新金头锋涨停 不过那个算弱势股 我们就不要管它 我就不要管它 这个涨停 这个弱势股反弹 都会谈一下的嘛 那个 就算连涨不干我们的事 不符合我们的形态 那今天来说就是 他们今天也进入分盘第五天 所以在五天呢 应该说在六天 等于下礼拜四 就会放出来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下礼拜四的话 有没有机会 或是提前布局 我们再来做观察 只是太阳能真的长多了 你说这边要不要再买 或是说要不要再写分析推荐 我觉得先观察一下 这边我也再找一下资料 看后面还没有什么短线 有一些利多会发放的 因为但是联合戴三的利多 比较确定的 就是新品上市嘛 只要用一些存能设备 杀小的 所以这个应该机会 会是比较大的 然后其他的能源股的部分 中兴电 今天没有续跌 算好事 算好事 就希望他撑住 因为明天开始 月线就要扣 开始往下加速扣 所以 所以 接下来只要不跌 接下来 中兴电就有机会走平 当然是要站回全军线 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今天量也有续说 所以希望他可以更说 因为他现在量缩 但是还有一万多张 希望他至少可以说到个 大概就是四五千张以下 这样会是更明确的一个讯号 那滑城部分呢 今天稍微小量 真的不过这个还好 还是还好 就是续续整理 基本上接下来应该有补量 都有机会发动 我觉得 那个 要嘛这几天就有动 要嘛可能就是要等到这个 那个 太阳能族群 整理完再一起动 也是有可能 我们就关打下去 那四季钢呢 那个 这个还没破 这关键点还没破 不过我觉得四季钢就观察吧 因为毕竟台船那些 最近可能会收到那个 台船的那个 砍钢的问题 有没有 然后去可能影响到 相关的钢铁的 那个 价格 走势啦 不过我看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 今天量也急缩下来 但如果说 你要压尾布局也可以 就守小风险 那你要等补量再去进场也是可以 那上尾是持续守住啦 所以基本上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走量缩格局等 等补量发动而已 大概都是这样 永贯的话 就昨天的限征出来 那可能短线会有些卖压 跟我的预期一样 那我觉得 接下来就是持续观察 它后续的发展 好 再来其他的 像那个通家 连家 没说讲错 连家 他们 今天也是整理又量缩啦 所以就是跟我讲 连续两次没发动 可能是我们介入的过早 可能就要稍微耐心等一下 或是去进行换股 那 然后 我看一下 万润今天表现得不错 不过今天我并没有加碼 因为他今天 补量的持继点稍微有点太晚 就是已经超过今天赢9点半 才到昨天量的一半 到昨天一半 不是超过昨天的量 所以呢 我今天就等选择去观察一下 不过盘中是有听到有大户进场 盘中有听到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还是照我们的计划走 不要被消息里面去影响你短线的冲动 操作的冲动 那今天量有增 算不错 尾盘我有考虑要加碼 但是我观察两个点 一个是NCD的柱体有没有翻红 第二是KD有没有黄定交叉 但是也没有完成 所以我就 那不如就再看一天吧 再看一天 说不定明天就翻红 而且搞不好有小跌给我们减 那也是不错啦 那喷出去就算了 那至少我们也有一层的单在手上 那合一就继续整理 那我再讲一下 就是接下来的盘式 应该说目前盘式 有点矛盾的地方在于 就是感觉大盘要死要死 就是高档横盘无量 然后今天自己商用在卖 最近有点奇怪 自己商卖好像大盘就会跌 卖比较多的话 可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有点 这个叫做近期偏差 近期偏差就是你近期观察到 观测到的一个状况 你会认为它会反复发生 但其实那并不是一个常态 那就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大盘 我刚才没讲完 就大盘看起来要死要死 可是问题是我在选股上面 反正因为最近量缩 有没有 看一下今天今天选了 就挑到蛮多股票 就蛮多股票都是高档 草横盘 然后量连续急缩 像这个盐州也是 然后世界 郁泰 郁泰就是周发表底 1087的 那他这个今天是收最低 可是今天量也是缩下来 看起来也还好 日阳啊 等一下讲是台剧 那像强帽啊 就是虽然一个黑K 不过有连续的量缩也没有再破低 都会有这种状况 然后航运股的话就是台华 投控跟这个 昨天有讲到中飞行 其实两个整理型态都有整理出来 但是问题是就是量缩 量也缩下来 然后基本上我是比较不确定 那我就觉得这个两档 我是先看看 设备股就是万润 你看那个星云基也整理得不错 然后这个红硕呢 是也量缩得不错啦 但是就是因为有破线 所以没有被软体挑到 那那个三个就是 见准跟奇红嘛 然后松翰也是表现得不错啦 就是一直高档红盘 就感觉都是这些股票就是 一有补量就要发动的味道 其实包括连加也是一样 就是一有补量就要发动的味道 那我觉得就是看下去啦 看下去 那今天要讲的重点的 这个松华标的就是这个 1304的台剧 那台剧 因为这个形态整理出来 其实整理也不错 算说可能看不出明显的右侧压的时候 我们画一下 其实还是有啦 还是有啦 还是有 其实建商越缩越小 越缩越小 然后量也缩下来了 那KD是正向的 那NC至少 大概就是随便拉一下 大概就会发动 那它的优点是 你看也不能说优点 因为它的防守点 基本上结构点是在16块 所以以17块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个风雨大概有 6%到7% 7642 所以大概5%到6% 5%到6% 以17块来算的话 也还OK啦 那月线目前是在高档 明天扣这里 后天应该加速往下扣 所以大概发动点 有机会是礼拜五 或是下礼拜 那为什么特别讲它 因为基本上知道 这边在涨价的时候 我都没有提过PPC族群嘛 那PPC族群 基本上这一波就是 酝酿相关SN涨价 SN就是 那个选民我忘记什么 就是他们是一个 化学品的那个名称啦 代号 那个涨价 就是导致这个 台剧的营运看竅嘛 那基本上 我查了一下 9月 9月那时候 统一 统一投信跟那个谁 统一投顾 应该统一投顾 跟哪一家 忘记了 日胜投过来哪一家 就给出目标价啦 大概是20块 一加给21块 一加给24 好那我们就算20块 算第一标 20块要基本上17块上去 其实也有个 差不多接近20%的水准 那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短线可以留意一下 那如果有机会到24的话 那感觉似乎更不错 所以短线呢 我可能稍微聚焦一下 在台剧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大田 因为我说大田的 建商给目标价大概90到100 所以明天看吧 这两档会有发动 我可能会进场 那当然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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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持有这么多 要换的话 目前可能就是连加 可能会先丢吧 不是说不靠连加 而是说 就是短线连续的攻击 都没有顺利的完成 加上短线KD也有交叉的风险 那我不如就是挑这个 有黄金交叉带动的机会 跟这个1304嘛 已经确定在多头市 NCD随便一翻就要进攻的这个位置 去做攻击 所以今天的松法标地 还是给大家大田跟刚刚的台剧 但是其他的个股呢 其他的个股 我就觉得 可以看看 如果你要做短线单位 可以挑出来 挑你自己喜欢的去做 去设定 去设定那个估量 那你说 如果说我比较有兴趣的 说真的 形态我最喜欢的是中飞行 我昨天有说过 这属于一个杯柄的形态 那其他的话 这个 见准也是不错 也进入压缩了 因为它已经压到7%了 这个不能通常压到7% 可是问题是 这个就真的是 一定是短线 中飞行就说都短线吧 都短线单 大概这几档 箭准我不推啦 我说过 散热我稍微有点疑虑嘛 那松翰我觉得可以注意啦 就松翰跟中飞行 这两档看起来我比较喜欢的 那其他的大家有喜欢 可以自己看 然后呢 稍微讲一下 最近比较强的五G族群 应该说有轮动 开始进入轮动 周报我要不要写后 我还在想 不过今天花蛮多时间在看几档 特别是看致翼跟这个 起击还有核心控 那致翼的部分呢 这个应该好先讲我看比较多的啦 我看比较多的是起击 因为目前看起来最有机会进场 可是起击的 不研究还好 一研究就觉得他真的是很牛 那他的整体的明年的营收有机会到 780亿到800亿 听的数字很多 对不对 可是他的建立率只有大概2到4% 所以算一算算一算 他的明年的EPS建商没有到很高 没有到很高 大概就是 大概4块5块的水准吧 所以目标建商给目标就差不多了 就是80几块到90几或是100 所以就说 等于说目前已经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以明年的估值来算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似乎就 如果说本身的毛利相关的没有特别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小 但是呢 3704就不一样 因为他今年的EPS不好 主要是因为 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还有一些业外的亏损 导致他本业的获利被吃掉 那这个部分呢 在第三 这个 在 是第一季 第一季 是去年 我看一下好了 我稍微看一下 哈哈 有点忘记了 营运分析 业外亏损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都还有业外亏损 但是亏损已经缩小了 所以现在就看到业外亏损的状况 因为营业利益来看 第二季是你有出来的 所以第三季在他的营收状况 营收状况 开始有转好的状况下 那 如果业外利益不要扯后腿的话 基本上明年的状况是不错的 那EPS 应该说 NEP的数字是多少 有点忘记了 不过它 我讲一下 就像明年的营收 YOY大概是估 市场大概是估 大概10% 不高 但是它的净率估是成长50% 那净率估是成长50%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核心控是 接下来 可以好好留意的 5G的天线族群 那至于一部分 我看了几篇呢 有没有太深入的看 那我是觉得说 等它整理之后 我们再来再说 其实上我觉得 简单讲就核心控了 接下来长线的话 可以好好留意一下 好 那今天什么原因就是 大田跟台聚 那大家留意明天的发动状况 或是没发动的话 就继续整理 这样子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拜拜